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30日 已經是 升旗日了 今天我們跟大家說一節 叫做 義和團殺到來香港 那麼他呢 主要是追擊一些日本人 原來這個人 曾經去日本就追擊了 今次來到香港再次追擊 很明顯是針對日本的參展商 什麼事呢 一個大陸的女人在香港珠寶展 對著一個日本品牌的單位大聲叫囂 大罵他 開不出證明 開不出證明 說這裡是香港 日本 不要歧視中國 其實 當時 這個廠商 這個展覽商 她也說在日本搞展覽的時候 這個女人 已經是 收到很多 訊息 認為是品牌對她的騷擾 所以就來大罵 想不到這次來香港再度追擊她 很明顯是針對日本品牌的 這個女人 就在那裏大聲聲 帶著這個鴨舌帽 大罵 這個廠商品牌 說這裡是香港呀 然後這個女人就說 所有中國人聽好 你們 現在能開出日本真科研證書嗎 能開嗎 所有中國人都聽到 他們是開不了證書的 然後香港 日本 中國 香港 中國 香港 中國 香港 期間 很多人圍觀 網上也有 影片 只要找到這個女子大樓 香港珠寶展 其實就會有很多短片給大家看到 當然 工作人員 勸他 越勸越罵 他就罵這個品牌 原來 這個品牌 在日本神戶搞展覽的時候 他就來踩過一次場 即是說是由日本追擊到香港 很明顯是針對他的 品牌的工作人員就回應 他說我們在神戶開展覽的時候 公司的客戶群就發了一個信息 一天可能有三四條信息 他們可能覺得自己被騷擾 所以 就來到他們的攤位圈挖 當時其實也造成一定的影響 想不到他這次又來香港 實際上大家想一想 一個人 你收到這些訊息 即是收10條20條 你也不會去別人的攤位 去那裏大鬧 還要來到香港再去搞事 你覺得 成本算不算得如何 很明顯 這個是受人指使的 或者他有一個目的 這間 日本的廠商 主要做珍珠 他就有一個聘請了中國籍員工 他就小聲聲聲 打算去做和事佬 他說不要再搞事了 翌日又有機會再來光顧 這個女人沒有看到他走了 突然回來了 然後 就大炒大鬧 雙方當然各自各 說 你說我不對 我說你不對 女人就聲稱這個日本的珠寶品牌 開不了證明 但是開不了證明 跟歧視有甚麼關係呢 問題就是 開不了證明 以及歧視中國人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 品牌認為 根本就沒有存在其事的問題 其他品牌的工作人員也說 其實是對著這個品牌的 實際上大家都沒有覺得有甚麼問題 在這個女人大罵生事 網上那些小粉紅當然是支持這個大罵的女人 就說香港服務月也是不好的啦 也是代曼客人 實際上 中國這種 野蠻這種作風 實際上這幾年是過去幾年造成的 過去幾年 他們 瘋狂向外借貸 借了回來的錢 就當是自己本事賺回來的錢 基本上是沒有打算還的 令到一大群人覺得自己是衣食父母 實際上有錢的人 應該是低調一點 應該是溫和一點 應該是比較謙卑一點 反而大陸那些 因為他本身 窮開 突然間有錢 暴富 那些人是最囂張的 你看到有錢人 他們花了錢 他們也不想出聲 盡量想低調一點 結果 你看到這群大陸人 他們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是你的衣食父母 曾幾何時有個大陸人抱著兒子 如果不是我們大陸人下來 照顧你們香港 你們玩完了 現在反過來 你們大陸玩完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香港人現在上去扶貧 但是他們扶也扶不了 深圳的士路也不夠煩開 因為香港人你全部都上了 扶貧也沒用 除非你 直接融了下去 當然融了下去 香港樓市崩潰了 到時帝景園是3000呎 不是開玩笑 不是帝景園 很多地方都掉到幾千元呎 那些叫做嘉湖山莊 賣回800元左右 因為你憑甚麼賣人超過1000呎呢 現在深圳很多地方都不用1000呎 大瓦灣還是兩三個水買到了 那你就賣回8個水 一個單位賣40、50、60萬 因為 大家都沒有人走 好了 現在我們要知道 大陸那種義和團作風 動一下就說你歧視 他們很喜歡歧視 實際上 他們本身是很自卑 我們在外國 初初你不明白 你來到外國生活 你會發覺他們 其實真的是 可能英國特別教養 特別好 你不會感覺到甚麼歧視 因為這裡周圍都黑人 他們不會歧視黑人 反而 白人 你看到 按比例 我不敢說百分百 那個種族歧視的比例很低 因為他們有教養 大部分 當然有小部分 可能他們北部 或者比較窮一點的地方 有些足球流氓各方面 他們 就會可能是 歧視一些 或者他們覺得他們受到人家的 外來的民族入侵 或者他們工作機會被搶走 實際上也不會的 你肯做的話 到處都有事情做的 英國不會沒有事情做的 到處都缺人 所以 我們在英國就看不到 什麼歧視 相反 很多人 他感覺到歧視 像之前那個小粉紅大褸 那個鋼琴家 Dr.K那個鋼琴家 有什麼歧視 實際上 是他們歧視人 他們 帶著有色眼鏡去看人家 你看到人家 很客氣 每個都 每個都謙謙君子 我媽媽有時候就到處 坐地鐵到處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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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他明明那個人是趕著上班的 那個人是趕著上班的 那個人是趕著上班的 但是他也帶到他去那個月台 加上他怎樣上車 看著他上車 他才急著急著走 他覺得很感動 我們再看看現在中國的異和團 實際上 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現在的政府不斷在宣揚 在民間 實際上是有他 民間宣揚那種異和團 那種叫做排外 售日 售美 大家知道 其實異和團當時還有很多分支 男加入異和團 權匪 女主要是加入紅燈照 實際上紅燈照大家上網查一下 其實就是 主要是一些妓女組成 做雞 當然當時大家知道沒有職業婦女 中國當時的滿清時期是沒有職業婦女的 只有做雞而已 沒有其他職業婦女的 因為沒有其他行業會給女人做 只有做雞 所以呢 他們 社會上的女士 通常都是做雞的 不然你在家裏做娘家婦女 家庭主婦女不會出來搞事的 所以呢 男有異和權 女就是紅燈照 當然還有白蓮膠 還有其他組織 加起來組成了 四處鬧事的異和團 當時的異和團也一樣 他們 就對外人的仇恨 對洋人 好像這次日本的蘇州 日本人事件一樣 他們 就說中國的失蹤人口就是在日本人口下綁架的 或者把所有不幸全部都放在外國人身上 你想一下 你的失業是誰造成的呢 是日本人造成的嗎 日本人來開工廠 給飯給你們吃 給工你們做 是不是 對你們也不錯 那麼他們是來害你們 還是來幫你們呢 結果一大群人 中國人 很多是不明真相的 被人煽動也好 網上那些是假消息 其實大陸政府明知是假消息來的 他們 不斷地做一些假消息 日本人就是怎樣 然後當人家提到一個問題 就說你不要忘記侵略 你不要忘記 人家甚麼都還給你 日本從7、8年開始對中國有很多無償貸款 即是等於不用還 表面上說 貸款實際上是不用還 又沒有利息 還建了大陸的大量的工程 北京機場也是用日本資金去建的 幫助你那麼多 他們沒有賠償 實際上 要賠了那麼多年 賠了幾十年 而且你看到日本人 自從戰敗之後 被麥克阿瑟改造 他已經迷以前那種侵略成性的日本人 反而現在的中國人就很嚴重 現在的中國 實際上 就好像日本 軍國主義的日本的 那個徵兆 所有人 對於 旁邊的地方充滿著仇恨 每天都想著怎樣去侵略 每天都想著怎樣去打他 現在的中國 才是真正的軍國主義 以及納粹 所以我覺得這個年代真的很危險 這個年代真的是十分之危險 你看到 軍國主義也好 納粹 異和團 紅燈照 其實來到香港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康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received back to the channel